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3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16.44 收盘价是118.8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19.38,最低价是在115.14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K线最低的上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22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3倍量缩 KD指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MACD双线是趋于合拢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2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寒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绿K线 它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的回档中 当日的这根K线它是一个低开盘 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 下方是在215附近遇到了支撑 然后股价开始反弹 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K线的中上部 那说明当日在盘中 也就是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 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 而推动股价出现反弹 最后收在了当日K线的相对高的位置 那么次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继续进入 那么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出现一根 补量上弓的K线 也就是要重新站上五日均线值 甚至是这根红K的最高 也就是122.43 对 那么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瓦解这个长红吞噬K线组合 长红吞噬K线组合 预示着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 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 我们会看到10月2日就是出现了新低 但是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 所以接下来如果要出现一根补量上弓的K线 目标一定是重新站上五日均线值 和站上这根红K的最高 122.43 来瓦解这个长红吞噬的这样一个下跌的K线组合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K线信息 当然如果股价继续下行 我们认为目前这根红K的最低将是支撑 也就是在115附近 我们也会观察到115 其实正好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这根就是9月24日 这根上涨突破的一根K线 它的收盘价是占上了前高 并且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所以这根K线的最低将成为日后股价 如果回挡的时候的一个强支撑 那我们会看到恰巧在10月2日 股价在低开盘之后持续下行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 好 那也就是我们说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继续出现下行 115仍然是一个支撑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 收盘价会在114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对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118附近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而实际在10月2日收盘价是在118.85是出现了反弹 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 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 同时与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 所谓走势相同就是有新低出现 然后最高点呢 也是在这个119附近 好 那么股价出现了反弹 我们刚刚说 从K线信息解读 出现一根含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率K线 并且呢 当日是一个呈现的量缩 那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的上攻 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 对于10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28 这是我们刚刚更正的 更新的 对 好 那么目前在到达它之前很显然122.43 也就是这根红K的最高将是一个强压力 是重要标志 然后上方还有一个压力就是124 好 当然我们说要想瓦解这个长红吞噬 股价首先要突破五日均限制 好 那么如果上方第一个目标128 如果能够被占上我们会看到将会再次出现头头高 也就是继续自9月 就是延续自9月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31 131如果被占上了 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或者叫确认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再次出现头头高 因为下方已经有底底高 好 那131之后的目标呢 就是 136 当然继续向上就是140 好 这是上行 我们再来看下行 下行的目标不变 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13这个位置 那么在到达他之前目前115仍然是支撑位 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 正好也是在100关口附近 100关口附近 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头部 上方有头头低 如果再跌破下方101 那我们说将会股价将会确认自8月2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 那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90 好 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10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关注这根红K的实体的下沿 是关注117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0月2日盘中股价是在他的上方运行 因此会收高 那么到了10月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119 119呢 是这根实体中率K线实体的上沿 我们来调整这个水平线到119 好 我们关注他的目的 由于目前股价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是在10月2日盘中即出现了反弹 那么次日如果股价能够在他的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是容易继续反弹而去重新站上5日均限制 甚至是测试 也就是说122这个位置的 对 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他的下方运行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回档 会测试下方的20日均限制 甚至是115 好 那这是我们关注119的理由 我们再来看10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我们先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目前呢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9月24日收盘价建仓的 那么给出的获利目标呢 在连续几个交易日都是到达到了我们的获利目标 应该是已经出场了 那如果没有出场呢 例如在10月1日出现这根红K收盘价是在117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19 还有一个止损位是115 对 如果想承受更大的风险可以守115 所以说在10月1日没有止损出场的呢 10月2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弹 那么这样一个仓位啊 现在是继续持有的 那一定是等待后续加仓做多的 那么到了10月2日收盘价是在118.85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 虽然我们说出现了价涨量缩 后续会有一根补量上弓的K线 但是对于进场的条件来说 首先说股价的收盘价没有重新占上5日均线值 同时呢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 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 或者说是继续加仓的 除非这个当日成交量是一个增量 那么也是具备条件的 但是目前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 或者说是初次建仓进场的 好那么这个仓位如果继续持有呢 到了10月3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 守继续守115跌破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 应该是即可止损出场 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红K的最高 122.5 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113 好 我们再来看10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K线的最高 是在119.5附近 第二个压力位是122.5 在这个位置 第三个压力位是124 第四个压力位是128 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115 然后是113 那么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就是107 也就是9月17日这根增量K线的最低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10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给出的这个预测是并列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上行 如果是上行它将是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18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122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21附近 也就是收盘价在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 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18的 并且必须是高开盘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 继续或者叫横盘向下 或者说叫继续下行 那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0 在这个位置 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17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17.5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么出现这样横盘向下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0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 好 那以上是我们对英伟大股价在2024年10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